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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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有些懵 但很快就适应起来了 注重原创作品 他选人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而李永浩老师 金源泽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用自己金牌音乐制作人的身份招揽学员 四大金牌导师强强联手 热度话题全都有 手机一经播出 就强势攻占微博热搜 实时热搜统计高达23个之多 试问谁看了不说一句 中国好声音2020真牛呢 这种国民度和影响李生妹谁了 在最新一期节目当中 导师李春三个相关热搜强势工匠 李春眼神 赵紫花淘汰 潘红灵魂烂蕾等等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白日花阶段了 近历又残酷的淘汰赛日 常常让导师们无比纠结 而一起同时呢 透过这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生意 我们更容易看到导师身上的闪光点 李春作为一个曾经也是选手出身的导师 他更能够理解赛当中选手的感受 珍惜每一位选手的机会和付出 更富有同理心 同时呢 这多年投身音乐事业的经验 也让他专业而要从容 作为音乐人 他注重原创和作品 作为导师和评委 面对每位学员的舞台表现 他都会给到认知到位的点评 希望能够帮助学员变得更好 在18-9的比赛当中 面对势力的赵紫花 历春也一直在力挺直言 还是相信作品本身的力量 跟随这样一直以作品为本的导师 相信赵紫花就算离开了 2020中国好生意的舞台 也会一直勇敢坚定地走下去 李永浩已经是第二次担当导师了 作为去年中国好生意的冠军导师 自然是丝毫不甘示弱 在专业上面 作为资深歌手间制作人 他有满满的干货交给各位学员 在生活里 他也变身暖心大哥 大闸蟹小龙虾烤肉火锅 团结通通通搞起来 最可爱的是 李永浩老师还会坐在一边 指导烤肉的学员 怎么烤才是正确的烤肉吃法 烤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才是可以吃的 天哪 这个也太可爱了 这种机会请吃饭 又会烤肉教学的可爱导师 请给我来一打 谢天空导师本人 宣经百战 是一个玩策略的好手 不管是和李健战队对战 还是跟李永浩战队对战 排兵部阵非常到位 帮助战队 拿下了多局胜利 上一轮先是曹阳赢了祖伟阳后 压中了比诺曹 人生乐团对上了善于纯 这一波操作真是666 真诚而又认真的 谢天空导师 为了让学员有更好的舞台表现 还会带他们去做 更合适的歌曲表演的造型 还会负责编曲设计 如此贴心又用心的分割 谁能不爱呢 李健这边 战队积极了 山于纯 宋宇宁 高瑞 都是人气选手 其中山于纯 以永不失联的 FRWR Young等翻唱作品 霸榜各大音乐平台 数周之久 连知名的乐评人RD 都成了自来水 专门发了微博 称赞其歌迹 是公认的冠决热门选手 一边有墙并在握 一边还能够 稳稳地操持着 段子手的人设 你健哥果然还是你健哥 作为拥有九年历史的 王牌音乐节目 2020中国好声音 历久迷心 在不断的创新当中 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收视率平均破二 其中最高的第三期 破2.8 创造了2017年以来的 最高收视记录 更以诸多的热点话题 横扫各大平台榜单 节目歌曲 也在音乐平台实现了图榜 展现出了王牌影响力 有话题性和专业度 兼备的人气学员 有火热为十足的PK表演 还有更年轻化 更富有文化包容度的 导师天团 简直就是不火 没天理 从言下热播到 初秋正午 2020好声音 也即将迎来了收尾 想想马上就要到来的 九进五的比赛 以及总决赛 小鱼已经迫不及待了 是创造众多出圈热歌的 善与唇 宋宇宁胜胜刹在握呢 还是风头大好的 斑马森林 附信尧更胜一筹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0月26号2020好声音半决赛 上半场九进七晋级赛 录制完毕 据知情网友爆料 全国七强学员诞生 分别是善与唇 潘红 斑马森林 曹阳 宋宇宁 贾宇腾 傅信尧 苏卫和陈默涵 惨遭淘汰 止步于七强之外 半决赛排名前七位的 学员直接晋级 后两位直接淘汰 善与唇在半决赛上半场 获得了第一名 潘红 斑马森林 紧随其后 分别获得了二三名 曹阳调到第四名 有些意外 宋宇宁 第五名意料之中 贾宇腾和傅信尧 涉险晋级 分别是六七名 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谢霆红战队 依然还有三位学员 几乎占了半决江山 但是排名不是太理想 李永浩战队 损失成功还之后呢 也还剩独苗 斑马森林 而且呢 独马森林这次还排到了第三名 进步非常之大 不用说下一阶段 七进五 李永浩战队的独苗 潘红和李永浩战队的独苗 斑马森林肯定是稳静 这就意味着 在单云淳 曹阳 傅信尧 贾宇腾 宋宇宁 五人之间还要淘汰两个人 最后要么是 李敬战队有两位学员进总决赛 要么就是谢霆红战队 还有两位学员进总决赛 很难说 走到这里都是实力派 还是来说说 被淘汰的苏卫和陈梦涵吧 对于两个人淘汰呢 李九强本身说服力就不大 就在苏卫和陈梦涵前些的表现来看吧 没有什么让人信仰深刻的点 而且呢 苏卫之前还大比分收给了曹阳 之所以能够在十八进九比赛当中 战胜赵紫化 并不是说苏卫实力真的很强 只是赵紫化作为自身音乐人 已经走到头了 遇上谁都会被淘汰 苏卫呢算是紧了个漏吧 严格来说也算不上是暴冷能 而且苏卫人气一直都很低迷 没有什么存在感 想来想去呢 都无法跟赵紫化抗衡 至于陈梦涵 那真的是运气到家了 在十八进九的比赛当中 抽到了人多势众 带着实力最弱的比诺曹 一二十七比二十四险胜晋级 说起来表现的也不是特别突出 陈梦涵晋级之后呢 马上就有网友对他一顿胜赞 称他是本集最大黑马 实力被严重低估翻唱的 我的心态乱 超越了原创周长雄的版本等等 在我看来啊 这个陈梦涵唱我的心态乱 只能够说是歌选的好了 他的唱歌公司平发稳 而且声音也没有什么变直度 统一战队的陈欣 要是把歌选好了 才是真正的种子选手 只可惜呢 李永浩把机会留给了陈梦涵 而放弃了陈欣 不过两个人能够拿到 全国八强和全国九强的成绩 比起来大家觉得 认为淘汰的比较可惜的高锐赵紫化 马兴一来说 已经非常幸运了 这一套好声音之行不亏 而随着苏伟和陈梦涵的淘汰 下一段七进五的比赛 很有可能 嘉宜藤和苏翔会出局 现在这两位学员分别是处于 第六名和第七名的位置 相当危险 至于结果如何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